这次在日月潭月崖湾所办理的赛事中 来自晋南大学的徐安逸也展现亮眼 而获得今年10月与阿根廷布宜诺斯爱丽丝 所举办的青年奥运会的入场卷 徐安逸表示很荣幸有机会能够代表国家出赛 期盼自己能够夺得佳机为国争光 我将要代表台湾参加2018年奥运会的西式划船这个项目 地点在阿根廷 就是希望在这种大型比赛里面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经验 然后为以后的练习啊 就是划船的路上可以铺多一点的道路 训练过程虽然说很累 一想到可以拿到好一点的成绩 但就还是会拼啊 努力一点然后能可以拿到好一点的成绩 不想被人家看不起 然后也可以让爸爸感觉到骄傲 可以为国争光 对于徐安逸能够夺得佳机代表国家参与奥运 国家级划船教练 同时是水里商工体育组长的彭坤郎 也献上恭贺之意 也期望能够借由这次的赛事 让南投县民更加关注与支持南投水上运动的发展 107年全国华转锦标赛 继2018年青年奥运的国手决选 国手选拔的部分呢 就赌济南大学的徐安逸取得参赞资格 将在今年的10月8号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丽丝参加第三届的青年奥运 南投县的华转选手都获得不错的成绩 希望南投县的所有县民能够关心我们 南投水上运动 在非常好优质环境的日夜坛能够继续推动 在这次所举办的赛事中 县内的队伍都有亮眼的表现 对此县员萧志全除了献上祝贺 也期盼能将越洋湾的训练基地成功建构 来培训更多的选手 107年全国华转锦标赛 我们南投县的队伍 为我们县里争取到最高的荣誉 种种的成绩都显示出 我们非常需要越洋湾这块训练基地 这是因为鱼池香化入 哨主传统领域的问题 目前整个基地还卡在 整个园委会那边的打护 让我们早日能够筹筹 整个基地建设的计划 能够早日实现 透过这次在日夜坛所办理的赛事 选拔出奥运代表选手 县员萧志全除了期许 他们日后能争取佳机为国争光之外 也希望能顺利将越洋湾的训练基地 建构完成 以培训更多专业选手 记者廖坤队与此采访报导